昨天是9月1号劳动节 目定是为了庆祝劳动阶级 对社会还有经济所做的贡献 总统奥巴马日前也在威斯康辛州 发表了演讲庆祝劳动节 他在演讲当中表示 美国经济和工人生活的水平 比他上任之初都有所提高 同时他也再次的呼吁 要提高最低工资 在劳工节的全国演讲上 奥巴马表示 如今美国经济正在不断好转 应该是时候将精力 放在提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上 奥巴马表示 他将向国会施加压力 使国会批准提高 美国人的最低工资收入 奥巴马强调 在成功之前 他不会把休 此外奥巴马也在演讲中 批评共和党人否定他所有的政策说 奥巴马表示 他的这些政策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他们能帮助更多家庭 提高生活水平 二是遭到一些控制国会的 共和党人士一致反对 他呼吁民众 不要受到反对声音的影响 支持他的政策措施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